同一时间普丁的末日飞机参与了阅兵演习 飞过莫斯科红场上空 被解读是在对西方传达出 有可能要发动核战的末日警告 乌军海王星飞弹再度出击 传出6号上午击中了黑海舰队巡防舰 马卡洛夫海军上将号造成严重毁损 目前漂浮海上等待救援 但消息还有待证实 就在俄国胜利日前夕有民众直击 普丁的末日飞机飞过了莫斯科红场上空 这被认为是对西方发出末日警告 最了解这是被用来预防核战爆发时的总统专机 将在胜利日当天和轰炸机一起飞行 同一时间俄国太平洋舰队 在日本海进行新型反潜飞弹演习 外媒分析这是为了牵制日本和西方国家 对俄国制裁的最新行动 忧心俄国会在9号胜利日当天对乌克兰正式宣战 基辅市长警告 未来几天乌克兰各地可能会遭到轰炸 呼吁市民待在室内 古城尼古拉耶夫控诉 俄国动用极数炸弹 照三餐狂轰平民 击发一次就会飞出上百发子弹 杀伤力超高 在最新一波空袭当中 至少90人死亡 战火无情 乌克兰战区宛如荒土 尤其马利波已被彻底摧毁 但泽伦斯基强调 除非俄军退到开战前的阵地 否则乌克兰不会轻易妥协 记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